川普将温川协会,预计中美不会在G20达成协议,中美首脑通话后中共媒体开始努力展望贸易和解,而美媒日前刊登对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的专访内容无异于给中共宣传, 泼了一盆冷水报道趁川普表示,不认为双方会在本月底的G20峰会期间达成贸易协议广告美国华盛顿时报,美东时间周五11月2日报道川普总统在前一天接受该报独家专访时说,尽管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有所进展,但他并不认为双方会在本月底的G20首脑峰会期间宣布达成协议川普说, 最终我们肯定会跟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合理的协议,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希望跟我们达成协议,就在华盛顿时报发出这篇报道的当天早些时候,彭博新闻社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川普,希望在G20峰会上与北京达成协议,而且已经只是美国核心官员起草美方可能提出的协议条款, 但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记者哀蒙,杰福斯随后在推特上透露,一名白宫高官对他说,跟北京的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杰福斯还在CNBC电视节目上,表示彭博新闻社记者,可能却有白宫消息来源, 但他所得到的消息,是华盛顿不会跟北京很快达成协议,周五上午的美国股市,也随着上述几则消息,应升起落恶,至中共已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与北京和解的消息,或能提振美国股市但不利于川普, 目前随着美国政治博弈的计划,美国媒体的报道,也呈现出越来越混乱的局面,今年8月,在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赴美谈判前夕,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称,中美双方正在规划一个谈判,路线图,准备在11月的川习会上结束贸易战, 王秀文赴美是在为此做准备不过川普,次日就接受路透社访问,否认美方有什么中美谈判时间表,并表示,他对王秀文来访并不抱希望, 贸易战以来川普一直强调中美必须达成公平对等的贸易协议,而据中共官媒通稿,在周四的中美首脑通话中,北京也向川普, 表示中方已就中美关系多次阐明原则立场,这似乎也传递了中方在关键问题上不会让步的信息。